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利用 我在密码方面的能力 就请不要冒犯他 听明白了吗 高巧军 我在等你的回答 好吧 我会把您的原话 向小川将军报告 很好 山北总理 请等一下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提醒您注意 什么事 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你什么意思 您答应过 要极力争取文维军和钱德勒为我们工作 是的 但是争取 并不等于保证能够做得到 况且 我要等到今天晚上的宴会上 才能和钱德勒正式见面 可我认为 您说服他的可能性很小 不是很小 是根本不可能 但我们有协议 我知道 如果我不能有效地阻止他们 你将按你们的方式行事 不错 但我们需要您的配合 怎么配合 对方在酒店里布置了严密的保护 我们不可能动手 特别是我们惊动了钱德勒之后 香港警方加强了对他的保护 在外面的时候 在外面的时候也有大批警察保护着 我不知道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我要您以个人的名义 约他们出来见面 他们一定会来的 而具体的地点 到时候我会通知您的 山本将军 您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我听明白了 不过我有个问题 请讲 你为什么会认为 我会按照你们的要求 去谋杀我最好的朋友呢 山本将军 人的要求不能太多 您要救的人太多了 或者是您的夫人 或者是您所谓最好的朋友 二者只能选一 我不会选择 山本将军 我最后一次提醒 没有您的配合 我们照样可以除掉文维军和钱德勒 同样 没有您的同意 我们可以严厉地审讯您的妻子 你在威胁我 不 我只是在告诉您一个明显的事实 希望您能想清楚 如果文维军和钱德勒 因为您太太的情报 而破译了紫光密码 那么 大日本帝国将蒙受损失 您也将承受失败的屈辱 而最后 您和您的太太 终将逃不过惩罚 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在我们指定的时间 给文维军和钱德勒打电话 要他们在指定的地点吃饭 而之后的事情您不必知道 各位参与 如果我坚持拒绝呢 我们仍然会以您的名义 向他们发出邀请 我实在搞不到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人 我有充分的信心 能够战胜他 而且 我们还有紫光三号密码 山本将军 您应该很明白 保护紫光三号密码的 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先保住 紫光二号的绝对安全 夫人 有事吗 看到我丈夫了吗 没有 奇怪 上哪儿去了 你在这儿呢 我跟高乔军谈点事情 夫人好 您好 晚宴的时间就要到了 你该换衣服了 好 我马上来 你说的事情 让我好好想一想 可以 但要快 小川将军在等我的汇报 我知道了 高乔找你干什么 没什么 是因为我的事 他们找你麻烦吗 没有 如果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告诉我 如果有事 我是你的丈夫 我会负责到底的 但我不想连累你 我知道 可是我没有选择 必须怎么做 你不敢对我怎么好 你对门卫军 何尘不是如此 我想离开回到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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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避 أو 也是 不行 你真的 measures 你確ский 速vis 我 McCoy 用力 是 这 固培 有 是 ? 这里是密电所 这里是郭忠良的家 与文维君和黄永青不同 郭忠良没有随身的警卫 出入只有一个人 根据总部情报 这个人在密电所的地位 仅次于文维君和黄永青 也是破译密码的核心 是的 我已经选择好了福记的地点 就是离他家最近的这个路口 与文维君 明天我们两个人再去实地考察一下 后天动手 是 大家记住 总部的命令是最好抓活的 先带回来审问 是 你说什么 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 只知道当初 林秦从南京突围的时候 被日本人抓去了 有审讯记录和几张照片 听说对他很不利 他人在哪 在调查局 你放心 黄先生和毛将军正在想办法 一定救他出来 你去哪儿 我要去找毛叔叔 他是我爸爸好朋友 一定会有办法的 跟你一起去 明天 等我把电文抄完了再说吧 我们可以去找毛将军 马上回来我跟你一起抄 不 我没有分工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 我们还是去找毛将军吧 这是特殊情况 再说了 我这么年轻 一晚上不睡没关系的 你不用再说了 我要开始工作 还把工程拿走 собствен就关闹了 后期 《Mark不要赎,宑凱,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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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 EKG 棉 请进 将军 该出发了 我知道了 您的夫人呢 她今天不太舒服 不去了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总督的请帖上 可是有您夫人的名字 怎么 她不想去 你要强迫她 太过分了吧 那要看她为什么不想去 如果是因为做了有损大日本帝国的事情 而心中有愧 那么请她出来 把事情说清楚 高小军 如果你再说这种话 我也不去 对不起将军 如果我的话冒犯了您 我向您道歉 对了 我们刚才说的事情 您能给我一个答复吗 我还没有见到签德了 晚宴以后再说吧 可以 但我不希望再拖延了 你这是 我想跟你一起去 高小先生 我不管做了什么 都问心无愧 根本不怕见任何人 夫人 请吧 我穿这件行吗 挺好的 我们走吧 等一下 我去拿点东西 我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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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挺有趣的 我们 我愧 幸福 我愧 文先生 我是香港皇家警察 奉命保护您的安全 怎么回事 我也是刚刚这套通知 英国政府大议 从现在起 严密保护您的安全 好 谢谢您 不客气 这边请 他 上车 gran 4000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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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 想什么呢 一直都不说话 没想什么 别瞒我了 我知道你一直在想他 我在想 如果有机会 我要把那本日记本还给他 为什么 我不想给他惹麻烦 Simon康复如果发现 他的日记本丢了 或是让别的什么人 知道这件事 他将面临很严重的起诉 那本日记对你很重要吗 应该是很有用的 但是具体能有多大作用 现在很难讲 我只是大略翻了一下 那你可以晚两天再还给他 这正是我要还给他的另外一个原因 我和Simon康复是朋友 也是对手 我要和他公平竞争 我不想用这种方式取胜 可他现在对你来说也是敌人 你的任务 就是要尽快破椅子光密码 你说得很对 所以我也在犹豫 到底该不该这样做 如果你真的把日记本还给他 你就辜负了清田秀的一番心意 我很了解他 他也非常了解我 这本日记其实只是一个象征 他是想用它来表达一种心意 那你呢 你想表达什么 我 我听你说吧 在你心里 他永远是最重要的 他的安全也高于一千 对吗 你不可以 要 tips 贝尽 逼 我们 试着 我们 是 怎么会有这么多警察 昨天晚上的枪击事件惊动了英国人 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领地上 出现任何乱子 尤其是牵涉日本人中国人 还有美国人 我们怎么办 总部调整的计划 从现在开始 你的身份是中国人 记住青天上你的名字 是 我叫叶晓兰 你是从印度移下来的中国华侨 你的父亲是富商 支持中国与日本的战争 向重庆捐了很多钱 是 我记住了 你的任务是 今天晚宴上与钱德勒结实 一定要自然 尽量博得他对你的好感 是 总部决定 这件事情如果在香港解决不了的话 那么 等钱德勒进入中国之后 你将与他在重庆重逢 我要去重庆 是的 能见到我姐姐吗 当然 他是整个活动的负责人 你也要听从他的命令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见到我姐姐了 记住 这件事是最高机密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透露 尤其是你的父母 是 我明白 今天我很荣幸地 在这里欢迎来自中国的文维军将军 和来自日本的山本康夫将军 今天是一次奇妙的聚会 据我所知 文维军将军和山本康夫将军 当年都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也是最好的朋友 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战争 我们深表遗憾 希望中日两国像这两位朋友一样 尽快找到共同之处 实现和平 为了中日两国的和平 为了欧洲的和平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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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那个美国人 就是钱的了 从现在开始 你的眼睛就要长在她的身上了 领埋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 老朋友 好久不见了 真是太久了 有二十多年了吧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一坐 可以 什么时候来香港的 好了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就不用演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知道我的使命 我也知道你的身份 更清楚你来香港的目的 那你说说看 我来香港干什么 当然是要阻止我和文维军的合作 怎么阻止 你我都在情报部门工作 对特工的手段自然很清楚 不 我不清楚 我只负责编制密码 其他的事情 一概不插手也不过问 是吗 那么前几天的入室偷窃文件 还有发生在我房间里的枪战 你都不知道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 好吧 我想我可以 接受你的解释 谢谢 那么 现在请你告诉我 你们的人是想收买我 还是想直接干的 有可能收买你吗 你说呢 如果你真的退了一 我们可以保证你 后半生衣食无忧 这条件很有诱惑力 可惜啊 你并不是真的退 你们这么做 只是不想过早的激怒日本军方 和美国国会那些不想打仗的议员们 你对美国果然很熟悉 所以 我向你提出的条件是 你真的应该退役 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美丽和安静的地方 至于具体前述 你可以开个价 我自己开价 你们真有气魄 潜大了先生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认真的 我知道 而且我同样清楚的是 一旦我拒绝你的条件 等待我的 就是暗杀 对吧 是的 尽管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一天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重庆 只要日本情报本陆下竹杀令 谁也保证不了你的绝对安全 明白了 待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或者拿了钱回美国或者 等待一颗致命的子弹 对吗 还记得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吗 你和温维军经常争执难分高下 总得让我当重裁人 当然记得了 但是你跟我的绝对 你会想到的 你们就能够好吗 那你也会想到的 你都能够好吗 你都能够好吗 我们现在你多多多多个人 我都能够好吗 你都能够好吗 山本先生 尝夫 怎么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如果没有战争 与其做这样的假设 不如更实际一些 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和文维军能够去美国 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的 那里没有战争 也没有人强迫你 做你不想做的事 你可以继续研究密码 也可以回到你热爱的数学中去 安静的校园 安静的书房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改变主意 可以找这个人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在等待你的答复 你知道我喜欢赌不 知道 怎么了 这次我要拿我的性命和你的友情赌一下 怎么赌 我当然会拒绝你的铠甲 尽管他们非常诱人 我也知道我面临的危险 但是我是美国军人 我别无选择 所以你希望我网开一面 是的 虽然你也是个日本军人 但我还是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那个过去的山本康福 我说过 这种事我不参与 也没有决定权 既然是赌 就没有绝对保险的事情 你说对吗 我不喜欢赌博 战争就是赌博 既然我们投身其中 就听天由命了 这就是你给我最后的答复 老朋友 祝我好运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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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只能说 祝你好运 老朋友 你忘了东西了 老朋友 你忘了东西了 好 很好 希望你能成功 因为您在这方面是专家 对不起 失陪一下 文将军请便 能和你谈谈吗 当然可以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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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里行吗 我 想到 我们俩居然也成了大人物了 走到哪儿都有人保护我 清田秀把什么东西交给你了 对不起 我不能告诉你 不用你告诉我 他已经把实情都说了 是吗 那你还找我干什么 对不起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进去了 用这种方式取胜你觉得光彩吗 只要能把敌人赶出我的祖国 什么手段都可以 但你不该利用他对你的感情 我如果要这么做 不必到今天 好了 该进去了 今天晚上我们是主客 不要让主人等了太久了 那本日记你已经看过了 他真的告诉你了 是的 你应该了解他的为人 他不该这么做的 如果他因此被判了刑 你是有责任的 还有别人知道这件事吗 现在才想起问这个 太迟了吧 当初你从他手里接过日记本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到他的安全 对不起 我是考虑不周 我可以理解 因为你太需要这种帮助了 否则 你根本破译不了我的密码 你的日记我翻了一下 确实有用 那当然 那上面记录了我对密码的总体思路 只要掌握了这一点 就凭你的智慧 迟早会找到破译密码的钥匙 是的 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 充分研究你的日记 我应该能够打败你 我应该能够打败你 我现在很后悔 真不该带他来想的 是啊 但是 你没以为通过他 可以轩弱我的斗志 甚至说服我交入你们 跟你们合作 是的 我确实这么想过 你怎么就不明白 我们现在不是普通的对手 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一针高低 在智力上分出个胜负 我现在是在保卫我的祖国 这是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 你说对了 是你死我活 所以我要做这种愚蠢的尝试 明白吗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日本情报部门 绝不会让你还有那个钱德勒 活着离开香港 懂吗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可以说是 我很重有情 也可以说我是愚蠢的西方星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杀害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你的尝试失败了 是的 所以我全天赶紧离开香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 谢谢你 不好 应该是我谢谢你 我真希望我所面对的对手不是你 那样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是啊 我也希望是这样 如果不是你这位天才数学家 我以日本人的密码绝不会这么困难 天才数学家 天才数学家 你好像是第一次这样称赞我 是的 不管最后的胜负如何 我要当面向你承认 你的子马二号确实非常了不起 这一点我很清楚 但我要提醒你的是 子马二号 绝不是我最好的密码 这么说 还有子马三号 对不起 我说的太多了 再见 请等一下 我还有件事 什么事 有什么事情快说 这件事 我想请青天秀过来一起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考虑再三 我考虑再三 决定还是把日记还给你们 你说什么 他对面有用吗 有用 但我不该接受他 为什么 是怕连累我 是的 我本来想单独交给你的 但既然康复已经知道了 还是当了他的缅还给你吧 也好 我把他交给你 是为了完成我的幸运 现在我的幸运已了 他也在完成了他的事 对不起 背着你做出这样的事 给你添麻烦 但是 我并不后悔 这本日记 在你的手上放了几个小时 你完全有时间留一个副本 你一定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是啊 康复 若而维俊真的要使用日记的内容 他根本用不着还给我 他当然要这么做 他要在你心目中保留一个完美的形象 他要让你相信 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打败我 是的 我是这么想的 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不在乎别人相信不相信 你要你相信就行吗 我相信 谢谢你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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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烤啊 怎么好烤啊 啊 哦 哦 我抱歉 抱歉 不 是我的手 你可以英文嗎 是的 很少 太好了 總算碰到一個很能交流的漂亮姑娘了 可是我並不漂亮 小姐 你這是在逼著我誇獎你 就算是吧 我很想知道你會怎麼誇我 那就必須要坐下來 然後慢慢停才行 可是我並不認識你 我就錢得了 美國來的 是嗎 我是美國出生的 真的嗎 你是在美國出生的 是 哦 太好了 這下可有得了了 我們該回去了 這麼快就走啊 夜會才剛剛開始的 明天我們要早起回日本 明天就回日本 是的 我的使命不可能完成了 該回去 您早之前恐怕沒時間告別了 老同學 再見 我現在心情很複雜 我希望我們能夠再見 卻又不知道會在什麼情況下見面 你要保重 你也是 我們能夠再見嗎 应该不会 除非战争结束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战争一定会结束的 我会记住你的话 我会记住你的话